今天是10月3号,2020年,天干地支是庚子已有,吉卯,鬼有。 今天依然是西方金旺盛的日子,日主天干是己不当领,同时卯有相冲克,目者受伤。 所以今天还是西方金战胜东方木的日子,东方的木全力自保,并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 今天出生的人最好是女性,今天生的男孩命若运曲折,即便好运到了,也会因为自生呆板而失去好机会。 虽然土主性,其性重,其情厚,其胃肝,其色黄,土能生金,但金多土变,总是给人快乐感觉的它,也会给他人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且因为懦弱和胆小,而常常做出实性的言行。 今天立于生女孩,今天出生的女孩通常是第二胎,也就是家中的第二个女儿,是个值得许多人信任的那种孩子。 为人诚实,牢靠,重勤讲义,土旺得水,方能疏通,对于男生来说,今天的土气弱了许多,但对于一个女生来讲,土力正好。 所以今天出生的女孩,生育能力强,得贵子,皮肤白偏黄,气味甘甜,圆润有序,性格开朗,善言辞,有点韧性,外揉内刚。 还有进取心,就进取心强,不喜欢受人素薄,他不是那种判例,虽然有一些争取自由和独立而已,所以自尊心强,不服输。 那今天与中国有关的事情,莫过于美国总统川普同志的病毒了,在六月中期的视频,双胞胎那一集里面,双胞胎生日快乐的那一集视频中,我提到了川普的五星健康情况,那是大概说到了他的心肺循环的弱象。 那今天,我们再次打开川普先生的天干地支片,看看他这次是否能逃过一劫。 川普的天干地支是六月十四号1946年,时辰不详,没有啊,那这个生日呢,是从谷歌上查到的,假设这个生日是正确的, 那么,川普的天干地支就是,丙须甲午几位。 简单的说,川普五星天干地支的特点是,一,日主即旺, 二,天和地和,核化成土。 我们以前也讲过,说土旺得水,方能熟通,可是川普的命理中,一个以旁人不同的情况就是,他水绝,就他没有水,一个水都没有,连水耕都没有。 那么,义经中是怎么讲土的呢? 义经中是这么讲解的,说土主信,就信人的信,其信重,其情厚,重重要的重厚,就是厚实的厚,厚薄的厚,其味甘,甘甜的甘,其色黄。 所以,由此得出呢,土圣之人,圆腰阔鼻,眉清目秀,口才好,就善口才,声音重,就说话,他用力气,不是那种洪亮,可是他用力气,为人忠孝至成,度量宽厚,言必行,行必果。 这些似乎都,比较准确的描述了川普的这个,这个人,当然不是那么细则,比如说言必行,行必果。 相对来说,其他的总统,在他当了以后,他似乎都非常努力的在完成,他在竞选时前,承诺给大家的那些言行。 那土气太过,则头脑僵化,鱼琢不鸣,内向耗尽,川普呢,就是土旺,那是否太过了呢? 其实,在易经中,过与不过,是取决于本身其他的五行力量来说的。 他并不是说张山跟李四去对比,而是自己跟自己对比。 所以,我们这就要看他的天和地和了,因为和出来的五行,和画出来的五行的力量,往往是普通力量的六倍到八倍。 如果说他和画成功,并且完成了,我们之前讲过,和不一定能够画,画还不一定能够画成功。 当不能画成功的时候,他的那个性质就不会那么大的,在短时间之内给他加大。 如果他和画完成了,也就是太过了,他的土就太过了, 那么,川普同志这次就凶多吉少了。 如果没有和画成功,那么他反而会因为这一次的染病,而逢凶化疾,就是说凶事变成了好事了。 那么,川普这次是否能逢凶化疾呢? 让我们来看看五行的法则。 川普出生日的天干,是和今天一样的几。 几是樱土,土的特性是,土能生金,金多土变,强土得金,方至其佣。 土能克水,水多土流。 土弱,水弱逢土,前面讲的水多土流,在川普身上根本不存在,因为他根本就没水。 水弱逢土,必为厌塞,土赖火生,火多土焦。 火能生土,土多火灰。 那川普五行的理是,火旺,土象,金死,木衰,水衰,木球,其强弱为,火土旺,金衰,木球,水绝。 这些五行对比结果,是在石层没有水的前提下推定的。 网上没有川普的生石,只能暂定他石层无水。 如此这般,川普的命格就是破财格。 那破财格的特点呢,就是第一,富贵。 破财格,这种格的人并不多见。 第一个特点就是富贵。 第二个特点是巧合,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种巧合。 那么川普的医生,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健康上,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杰作。 六月份,在那一期的视频中,我就讲了川普一生有23次的经济腾飞的巧合。 这些无心插柳的意外所得,其实不仅仅体现在他的经济场面,包括他的爱情、生活和健康。 也是如此这般的戏剧性。 比如,川普在中共的对塔中,他开始只想从贸易战上得到好处。 他力排众议,左批右侃,不厌其劳,不顾十几次上当受骗。 不辞辛劳,一意孤行啊,就焦头烂额都在所不惜。 这我想,凡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中国政府是不会答应他的条件的。 但是川普老头子硬是置之不倦,悬梁刺骨勤勤恳恳的一次又一次的选择,相信奇迹会出现。 甚至,他不惜眼睁睁看着病毒大量涌入美国各州,造成现在二十万美国人的死亡的这种场景。 乃至自己最终也被病毒感染了。 在此之前,无论是从内心,还是面对现实,川普一直都像一位勇敢的动优士一般,藐视和挑逗的病毒。 他根本就没想过,这要命的病毒真的会染上他自己的身上。 染上病毒,对于川普来说,完全是一件意外的意外。 无论他多么藐视病毒,作为一个世界第一强国总统,受到世界一流的卫生保护的他,居然那么轻易的就被病毒感染了身体。 这份意外的礼物将改变他的人生,无法挽回。 贸易上,这次自己被骗得灰头土脸,结结实实地撞向南墙后, 无意中又被中共的外交部的战狼赵立坚的反击金的目瞪口袋。 他突然就被一股力量,推上了武装斗争的风口浪尖上。 那这个武装斗争的结果,我在四月份的视频中也讲到了。 那是川普无奈下所选择的,他最不愿意的结果。 这两个近期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正对应了其破财格的无心插柳、柳成因的特点。 现在我们来看看老川普他到底会不会死去。 前面说到,川普的五行强弱为火旺、土象、金死、水衰、木蟹。 水不是衰,水绝,绝也就是衰嘛。 那火土旺,并且彼此升伏,火代表心血管以及周边的零部件。 土代表消化系统和周边的零部件。 土越旺,木火就越衰弱无力。 木是指人体内部肝胆以及所有排毒系统。 金虽处在死地,但由川普的强土扶持,所以金代表呼吸系统和周边的零部件。 川普的呼吸系统基本上还是有一点抵抗力的。 不是那么轻易出现大的问题。 但,这不代表呼吸系统没有被感染。 不出问题只是它的强大抗击能力。 不代表呼吸系统不传染或者影响其他的脏气。 比如肝胆以及排毒系统。 金本来就克木,木本来就处于蟹衰的地位,而强木的这个水呢,又是川普的命绝。 如此孤立无知的木,此时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折断报销。 木一段,整个排毒系统就会溃败。 感染就会立即扩大,免疫力就会陡然下降。 改变心血的品质,造成血毒预测,从而毁坏一切。 甚至会在刹那间停止和破坏所有脏气的活力乃至生命力, 造成生命突然间的全部停止工作。 终结。 那么,会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那就要回到之前说的天和地和了。 甲鸡核化土,五位核化土,这两个核化只要成形一个, 川普总统就一命无乎了,按照这个理论来推的话。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天干甲鸡的核化。 甲鸡核化土是个重化的过程。 重化是什么意思呢? 原本甲木是要刻鸡土的,木刻土嘛。 我们种树是把土挖洞,把树种进去,刻破土。 然后,木根的四周的那个生长都是往土下长, 去寻找那个土底下的温暖和这个水源。 但是,如果甲木的力量小于挤土的力量, 那刻不动挤土,那么甲木就选择顺从。 这就像,好像奴隶刻不动主子, 然后就顺从了这个主子甘心情愿, 当个快乐的奴隶的这种现象一样。 所以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重化。 如果甲木的力量大于挤土的力量, 那么甲木就不会从这个挤土, 这样甲木会刻挤土现象就不存在, 就会存在。 那么在一经五行中呢, 天干合化的过程又是极其严格的, 在此之前多次讲到过。 就是为了保证能够达到重化这个过程, 就是甲木的力量小于挤土的力量。 那么川普五行中的木是处于泄的状态, 又无水相助, 故弱之又弱, 无法可以刻动旺盛的土, 所以虽和但无法化土, 从生活上来说, 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来说, 也就是说川普总统的个人意志十分坚强, 就导致病毒想转化十分的困难, 就转化和扩散都很困难。 也就是这样看来, 川普的甲己和化不成功。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和化, 也就地之上的五位和化。 五位相合有两种, 一种它既能化为火, 又能化为土, 它有点复杂, 之所以这样, 是由于五位之的本性所造成的。 当卫土为造土的时候, 五位相合的实质就是造土助火, 火势达到一定的程度, 两者就一起变为了火, 这就是五位和火的实质。 当卫土没有那么干燥的时候, 五位相合的实质就是五生卫, 就是火生土, 最后一起变为土, 这就是五位和土的实质。 那我们就来看看, 川普的五位是化土, 还是化火, 还是整个不化。 先说化火, 化火的条件是这样的, 第一, 五位必须相邻靠近, 嗯, 这个是相邻靠近的条件满足了。 川普的五和卫分别在月令和日制中, 是靠近的邻居。 第二个条件, 月令必须为火的当令之地, 且月令不能被改变为其他的五行, 也就是不会被改变成其他的五行, 非火的当令之地。 那如果改变为火的当令之地呢, 也就没事, 如果有岁韵介入, 则中和状态必须为火的当令之地。 所谓岁韵介入, 就是指相合之之, 地之哈, 只要有一之在岁韵中出现, 就会为岁韵介入, 这个我们接下来等一下会来说。 那么川普是生在农历的五月, 正当五的五火那个月, 所以月令得令。 OK, 第二个条件也满足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条件。 五位, 说至少有, 按道理是五位至少有一只哈, 在其肝上要透出化身火, 在之前我们讲过要化, 你要重化必须有一个化身, 如果没有透出这火的力量, 它必须要达到急望以上, 这个急望讲的是全局的概念, 它不是某一个望, 而期望以上, 这样才可以。 从这上看呢, 川普的火有没有达到急望呢? 没有。 所以如此这般来看, 火要达到急望的程度又没有, 对了, 可是它虽然没有达到急望, 并不影响 其化土的, 而其化火的条件影响了哈, 影响了, 因为没有得令, 所以不成, 它这三个条件, 只要有一个不行就不行了, 所以五位化火不成立, 那我们来看看五位化土是否可以, 第一, 五位化土跟化火一样, 就是两个地只要相邻, 这个我们知道它是相邻的, 这个成立, 第二, 阅令必须为化神土的当令之地, 因为在火, 所以, 对, 所以这个化神土是当令的, 那五月化神土当令, 第三, 五位中至少有一只在其上透出化神土, 我们知道几位的几就化出了神土, 所以第三个条件有达令, 第四, 全局不能太过干燥, 水决, 全局就是干燥的, 所以第四个条件, 也达到了, 这样看来, 嗯, 川普的五位化土, 五位核化成土, 是成功的, 这样的话呢, 四个条件都达到了, 这样的看到, 它的这个, 哼, 几土哈, 那就是, 达到了, 几望的地, 地步了, 如果达到几望地步, 通常人们达到几望地, 必死无疑, 那我们看看, 岁, 岁用是否介入, 今年的太岁是子, 大运走在丑, 就川普的大运走在丑, 子丑和土, 又是土, 然后化神当令, 所以, 化土又成形, 同时, 万物贪河, 旺冲, 庚子, 于甲午的天冲地刻, 又无法形成, 今年的流年, 今年就是庚子年, 川普的生在甲午月, 所以甲午和庚子, 是天冲地刻, 但因为核化, 而使得天冲地刻, 达不成, 就是你左冲右冲, 相继的怎么挑, 都没有办法挑开的核化成举, 都是有惊无险, 就挑不开, 如果挑开了, 也好吧, 它能降低土的力量, 而丑位又相冲, 就是大运中的丑, 和日子地支坐下的位, 又是相冲的, 可是又因为五位相合, 而无法冲喝, 所以岁运子丑, 也是相继冲入地震, 左冲右突化, 咬而不醉, 无法改变, 五位核化成形的局面, 到此, 川普的命中的五位核化土成立, 由此, 川普五行本身的土旺, 地支五位核化成土, 太岁大运直丑核化成土, 核化出的五行力量, 比平时普通的五行力量要大了六倍, 本来就软弱无力的木火, 此时根本就没了生机, 其结果只有一个, 就是死, 如此推断到现在呢, 川普的结果, 看上去只有一个, 就必死无疑, 讲到这里呢, 似乎一切都是无意义的, 一切又无法挽回, 那么一切也就真的就是毫无意义, 就像人一出生就知道将来会死, 每一天的度过和每一次的前进, 其实都只是向死亡更靠近的一步而已, 那么看到现在, 是不是感到沮丧了呢? 一个人很快就会死去, 现在已经在死亡的边缘上至少, 在这次的疫情中, 七十岁以上的人, 死亡率是百分之八十, 美国总统川普今年是七十四岁, 分析到此, 是否一切就这样定下来了呢? 万事由天莫苦求, 须知福禄命理收。 易经一直被天下人称为天书, 天书的意思有两个, 一是内容难懂, 太难懂, 只有神仙能知晓, 二是内容太高深, 只有上天能透物, 以上的分析看上去处处是道, 许多大师的常用分析节拍, 也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分析到这个细度和水平的, 已经寥寥无几, 可是, 事实并非是这样的结果, 川普能当上世界第一强国总统,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 那就是人类天下第一大皇帝, 第一大天子, 其命之贵重, 岂是一般人能比拟的? 纵观川普的八字, 几乎没有之前我们惯例中出现的帝王像和命格, 也没有其他人的命中杀气腾腾的强壮,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 都不可能是一名世界级的总统, 但, 这个世间还有一种情况, 被许多人忽略掉, 那就是巧, 也就是玄妙中的玄妙, 这种巧妙, 打破了川普的常规, 改变了川普的方向, 使得他一生都在自己的惊奇中走过, 这也使得他不得不是一名相信上帝奇迹会随时出现的那种人, 我们来看看, 是什么巧改变了老川这次的轨迹? 川普之所以毙命, 是因为上述的核化导致深处疾望之地, 木火断绝, 但是我们回头看看, 又会不难的发现, 川普在虚年, 他身在虚年, 他属狗, 虚呢, 是火库, 在五行命理中, 有四库之说, 也就是陈虚丑位, 那么虚是其中的一个库, 仓库的库, 它是火库, 川普生日的地支是位, 位是木库, 就木的仓库, 川普既有火库, 又有了木库, 木火相继, 在库中, 库的作用和使命之一, 就是呵护, 保养, 因为二库的存在, 就使得川普的木和火, 得以安全, 不受外界侵扰, 任凭他翻江倒海, 木火, 也不受半点的损伤, 而且呢, 五位相合, 还保护了, 位, 就是木库, 不被大运中的丑去冲破, 这个库如果被冲破, 木散荒野, 也会受到伤害, 可是, 因为五位的香壳, 位, 无法被冲破, 我们之前讲到了, 而绝了的水, 也有效的减少了金的钦泻, 足够的钦, 给针对土的调节工作, 又打好了基础,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那最脆弱的鬼使神差的, 得到了最好的保护, 川普的命的巧, 就像九汉逢干雨, 他乡欲固知, 大洪水前, 有了若亚方舟一般的神奇, 川普的命里, 从破财阁的意外之果, 到天和地和的荷化之稀柜, 从身旺至极, 木火入苦又得救, 从政治小白, 到第一大总统, 从每次破产, 到每次的崛起, 当当当当当, 无不透露着玄妙蹊跷, 玄妙蹊跷, 正是川普可以当上, 美国总统的原由, 也是他会莫名其妙, 改变方向的力量, 即便是事已愿违, 根据一经五行之妙法, 本次病毒, 是由猪的行客而出, 这个在我的三月份, 四月份还是忘了, 三月份的视频中, 专门讲解病毒来源的一期里面说过, 用了两集来说, 有点琐碎, 但是可是说了, 它是进入死地而成, 就是说, 这个病毒是由猪行客而出, 是由进入死地而成, 那么在五行中, 就有一定有一种常见之动物, 是可以改变这种猪行精诚的状态, 也就是说可以挽救川普一命, 来排除或者驱除它的病毒的良药, 除非万不得已, 我这里不做说明, 因为天机不可泄露, 所以三重水腹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存, 如今, 木火已入库, 完全可以抵挡和解脱, 之前所分析和发现的所有不利状态, 川普之命又一次创造了奇妙, 突破常规获得新生, 这一次川普不会死, 10月8日之后, 转危为安, 许多事情会改变, 就像他之前的所有改变一样。